今天我们要结束了生命记,我们说了生命记已经半年了,今天是说到最后两章的经文 33章和34章,其实都是说到摩西临死给十二支派的祝福 然后祝福完之后,他就个人上去尼波山,然后他就在那里死了 这个题目我想一下应该叫做什么呢?想了很久都想不到 后来看到摩西在生命记33章25节,就是刚才读的经文 摩西与阿切这个是支派,他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是如何 我相信这个题目对摩西来说也是非常铁切 摩西一生人,他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都是如何 今天会和大家看看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摩西,神人摩西,究竟他的力量在哪里来? 我们说他的日子怎样,他的力量都是怎样 到底他的力量在哪里来? 第二个要和大家说的就是他到底是依靠谁的力量 第三点和大家看的就是一个有神力量的人在身上的人 他究竟有什么特征,好像摩西那样 所以今天会和大家说这三点 但我们先看看摩西力量的来源 摩西在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一节,他叫自己做神人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第一次出现在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一节 摩西是一个同神面对面说话,是与神同行的人 但毫无疑问,摩西的力量是从神那里来的 因为我们看到摩西最后给十二支派的祝福 是满有预言在里面的 我们知道预言是我们自己要说的就说得出来 摩西是有神而来的力量,能够说出很多日后的预言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祝福 其实摩西的祝福在生命记三十三章 和创世纪四十九章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因为创世纪四十九章是说到雅各 记不记得雅各有很多儿子吗? 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日后变成了十二支派 创世纪四十九章是为了十二个儿子来做祝福 亦是跟我们今天生命记三十三章所说的相似的 我们从这两个祝福就是创世纪四十九章 和生命记三十三章 从每个支派被祝福的篇幅 我们就能够知道哪些支派是比较重要 重要的支派有更多的祝福 就像犹大支派 就像约瑟 约瑟有两个儿子,以法连和马拿西 都有很多祝福 还有旦的支派 还有利美的支派 但是我们也会说楼变 楼变支派得到的祝福不多 但是因为楼变是雅各的长子 所以值得我们一提 但是我们先看看 摩西 对犹大的祝福 雅各的祝福 就是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九节 雅各叫犹大做小狮子 所以很有趣 你如果注意的话 犹大人的军旗 他们会行军安营 每个支派都有军旗 犹大的军旗就是一只狮子 他们就是东边的军队的领袖 另外雅各 是祝福他的儿子犹大 他说贵必不离他 他的仗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这一节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 王是由犹大的支派所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大卫都是王 他们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 这个也是很有趣 因为这个也是四个福音书里面 马太福音的主题 马太福音的主题 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王 另外我们再看看 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在 《生命记》三十三章 摩西给犹大的祝福是什么 他说求耶和话 古听犹大的声音 引导他归于本族 你曾用手为他争战 必帮助他攻击敌人 这一节的经文 有时读了之后我们都拗了头 究竟犹大支派何时离开了本族 有很多解经家他们都会说 因为你刚才说行军 犹大的军队就走在左右军队之前 所以要替他们来祷告 愿他们能够打圣仗平安归来 但是这个解释有一个问题 因为十二支派去打仗 不只是犹大支派去打仗 不是犹大去打仗 十一支派留在后面 拼命跟你代讨 祷告 愿你组入回来 愿你归于本族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解释有些问题 其实比较好的解释是什么 是一个预言 我们看到 我们说犹大支派是王的支派 犹大人的王在哪里? 犹大人的王现在离开了本族 他是回到父那里 在父的右手边 他暂时离开了 他第一次来临时 他是被他自己本族的人所拒绝接受 但是他一日会再次回来 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 由全国以色列都会接受他 成为他们的救主 他会成为他们的王 这一个是犹大支派 第二个支派跟大家讲的就是约瑟 约瑟和他两个儿子 以法连和马拿西 他们的祝福都是远远超过其他的支派 我们刚才说耶稣基督是由犹大支派出来 但是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预像 预像的意思就是由约瑟的身上 你会看到很多耶稣基督的影子 很多耶稣基督的片段在约瑟的身上 我们看到其实雅各的祝福 和摩西的祝福都是很相似的 比亚约瑟非常相似 有没有看到经文里面说 都是一些将很多的礼物 很多的福分 很多的宝物 很多的荣耀都要归于那与帝兴 这个字很难读 捆别 和帝兴捆别的人的头上 什么叫捆别呢? 就是和帝兴离开的那一位 又是着重和自己帝兴离开 约瑟什么时候和自己帝兴离开? 约瑟和自己帝兴离开的时候 就是他被帝兴出卖 卖了他去埃及 离开了他的帝兴 以至后来他在埃及被提升 成为宰相反而救了他的兄弟 这个与耶稣基督很相似的身平 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影子 你能够在约瑟的身平看得到 耶稣自己第一次来到世上 是被他本族的人 是被以色列人来拒绝 他们的罪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反而就是因为这样 将耶稣基督提升了 耶稣基督就能够救赎所有接受他的人 这就是约瑟和耶稣基督相似的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摩西的祝福 他说约瑟必会得到在那京击中的上主的喜悦 这个也是跟耶稣很相似 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 记不记得有声音从天上说 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耶稣基督都是他的父所喜悦的 但毫无疑问我们看到约瑟的故事 是一个仆人的故事 他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 成为奴隶成为仆人 他一生都是奴隶仆人 直至到他成为宰相为止 这个和耶稣基督都是很相似 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五节 耶稣基督说 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要写命作多人的属价 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仆人的身份 是来到世上 跟约瑟一样 他没有给到最初 是没有给到自己的本族 没有给到自己的弟兄来接受 但是他一天会再回来 我们讲到约瑟是有两个儿子 一个以法连 一个马拿西 约瑟自基 我们说是一个仆人的身份 这个仆人的身份 跟我们的福音书有很大的连大关系 记不记得哪一部福音书 是反映出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 马河福音 如果你们留意的话 在约翰福音 在路加福音 和马太福音 都有耶稣基督的家谱 都有耶稣基督的童年 马可福音是没有童年 是没有家谱 对一个仆人来说 他的家谱 他的童年并不重要 你说约翰福音呢 我刚才说约翰福音 都有家谱的 太初有度 度与神同在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 他是神来的 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 我们看到是没有家谱是没有童年 因为马可描述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 我们看到在摩西的祝福里面 他说用牛来代表耶稣基督 和他两个儿子以法连和马拿西 我们中国人都会这么说的 博人和路伯是做什么 做牛做马 所以用牛来代表那时候 就代表耶稣基督是一个博人的身份 而这个约翰来到反映出来 我们看到很有趣 约翰两个儿子以法连和马拿西 马拿西是长子 以法连是小儿子 为什么这里说以法连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呢 本来雅各 他去祝福他两个孙的时候 应该右手是踏在马拿西的头上 是长子 用右手 应该就是左手踏在以法连的头上 但是他就怎么样 他交叉手 交叉手就是右手踏在以法连的头上 就是左手踏在马拿西的头上 把长子的名分给了以法连 所以我们看到以法连的军旗是什么 是一只牛 他们是西面军队的领袖 我刚才说过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 他是以仆人的身份 他自己本族的人没有接受他 但是有一天他会再回来 他再回来的时候 他就是以王的身份 你在这个摩西的祝福里面 你能够看得到 他会用他的角来抵触万方 直到地极 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 当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时候 他是会坐在他的王位里 他是会得胜的 这里说了两个支派 还有第三个支派 是楼变的支派 我刚才说过楼变的支派 他的蝙蝠并不多 但值得我们一提 因为楼变是雅各的长子 如果你看到雅各给他的祝福是很惨的 在数算楼变的罪 因为我们知道楼变是沾污了雅各的床 和雅各的妾侍有盐 所以雅各就是数算他的罪 而我们在楼变支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从来没有王 从来没有士师 也从来没有先知 在楼变的支派里面出来 我们看看摩西对楼变的祝福 非常不同 摩西说 愿楼变全活不至死亡 愿他人数不至稀少 我们看到摩西的祝福是满有的恩典 雅各是数算楼变的罪 摩西说 愿你不至滅亡 不至滅亡很熟耳 在哪里我们听过?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所有接受神的人都怎么样?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楼变那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以至我们能够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我们说他成为一个仆人 就是要为我们赎罪 耶稣基督是神来的 他是变成人 为什么要变成人? 只有人才能替人赎罪 神不能替我们赎罪 但是神是无罪的 他变成人 以至他能替我们赎罪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有人的身份 在福音书里面 哪一部书说耶稣基督是人 反映出耶稣基督是人子 是路加福音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部福音书里面 是屡次叫自己做人子 流变的军旗就是人来做军旗 他是南边的统领 南边军队的统领 说了三个支派之后 我们不妨再看看 第四个支派 就是旦的支派 旦的意思就是士师 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出名的旦的人是谁 是参宣 参宣是由旦支派出来的 你看看雅各给旦支派什么的统领 他说旦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灰 什么叫灰呀?灰就是毒蛇的意思 咬伤马蹄,使骑马的罪落于后 耶稣说,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 这里我们看到很有趣 为什么雅各会叫自己的儿子做蛇呢? 蛇不是好的东西 我们知道在撒旦 在伊甸园里面 是用什么来做这个形象 是蛇 所以蛇很多时候是代表罪 代表是撒旦 为什么雅各的祝福会叫自己的儿子做蛇? 这个有很多人说是个预言 因为我们知道 但的支派的确是拜偶像 如果我们记得 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王之后 是分成了南北国 北边的国家 他的皇上叫耶罗波安 他是不想他的子民去到南国 去拜耶和华 去到耶路撒冷 所以他在北国 是建了祭坛 给他自己人来拜金牛的偶像 在旦的地方 和八特利两个地方 所以就开始了旦之派拜偶像的开始 在这里 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是什么? 在经文里说 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 凡等待神救恩的人都能够得救 但他的支派也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从他的军旗我们能够看到 他们的军旗本来是蛇来做军旗 为什么? 因为是雅国的触符说他们是蛇 但是后来 他是有一个领袖 这个领袖根据犹太人拉比的故事 他是在文数记一章十二节所说的阿希尔謝这个人 阿希尔謝这个人 是把蛇的军旗变成一只麻鹰 在鹰的嘴里面有一条蛇 所以也是还有一条蛇 但是被鹰来陷在口里面 鹰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神 意思就是说神是掌权的 撒旦就是那条蛇 神是把他含在嘴里面 受到神的控制 所以我们看到神没有恩典 等待他的救恩的人 是能够得到蛇面 照样一个人 如果能够改过的话 本来蛇是属于撒旦 但是最后是属于神 变了鹰 刚才没有说到鹰的嘴里面 那条蛇慢慢不见了 所以只剩下鹰 所以弹芝派他们的军旗 就是用一只鹰来代表 我们看看弹芝派摩西对他的祝福是什么 经文说 论弹说 弹为小狮子 从巴山跳出来 这一只经文又令到解经家都拼了头 一般的解经家都会说 这里所指的是日后的预言 如果我们读读《诗诗记》十八章 如果我们读《诗诗记》十八章 你就会记得 弹芝派本来在弱弹河的西面 但是因为他们不够地住 所以搬到弱弹河的东北 就在巴山的北面 所以解经家就说 所以弹芝派是从巴山跳出来 但是这个解释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在弹的北面 不等于弹从巴山跳出来 但是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当我跟大家说启示录 当我跟大家说弹以理书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 人世间最后的一场战争 将会在米吉多平原来举行 最后的一场真战 我也跟大家说过 耶稣基督会回来救赎以色列人 而他回来的地方是以东的波斯拉 为什么我说以东的波斯拉 因为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节说得很清楚 这从以东的波斯拉穿红衣服 装扮华美的 他会施行拯救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回来救赎猶太人的地方 是以东的波斯拉 但是最后那场真战在哪里? 在米吉多平原 米吉多平原和以东的波斯拉距离多远? 两百里的路程 我时时读到这里 我有一些觉得很奇怪 这么远的路 但是最近我发觉 原来巴山也有一个地方叫波斯拉 而巴山的波斯拉 其实比以东的波斯拉更有名 但是你说不会的 我明明是说以东的波斯拉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节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以东 也是解释红色的意思 那个从红色的地出来的 穿着红色衣服的那一位 会在波斯拉出现 如果两样红色是一个首尾的结构 红色的地、红色的衣服 这就很有意思了 为什么会有红色的地、红色的衣服 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 不是喜欢穿白衣服吗? 一场非常惨烈的战争 满地都是血 满身都是血的时候 就变成了穿红色衣服 地都变成了红色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时候 极有可能在末世 耶稣基督打救以色列人 在巴山的波斯拉 然后他就从那里跳出 到最后一场真战 在米吉多的平原 已经说了四个支派 不妨说了利美人的支派 利美人的支派当然要说了 因为利美是祭司的一族 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四十九章 雅各的祝福是把利美人和西面放在一起 而摩西的祝福只是祝福了十一支派 摩西没有祝福到西面 为什么这么奇怪? 我说《创世纪》四十九章 是祝福西面和利美在一起 说他们是残忍 所以要把他们分散在以色列全国 究竟他有什么事这么残忍? 原来看《创世纪》三十四章 原来雅各有一个女儿 她的女儿叫底娜 有一个是欺美人 叫做仕剑的欺美人 是把底娜添污了 所以雅各的儿子很不高兴 但是这个事件 她是愿意娶底娜为妻 但是雅各的儿子就跟她说 你们这些外邦人没有受过割例 你要娶我的妹妹做妻子 没有问题 你们全族人都要受割例 于是全城的欺美人都行割例 当他们还在疼痛 在养伤的时候 尼未和西面 就是把他们全城的人都杀了 所以他们是很大罪 所以神是要把尼未和西面的人 分散在全国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看到摩西的祝福 在这里生命记33章 讲到有两件事 在马萨和米利巴所发生的事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 犹太人以色列人在旷野 在米利巴和马萨 他们埋怨他们攻击摩西 攻击亚伦 但是尼未仁就是站在摩西那一边 我们看到我们信的这位神 真的想法分明 尼未仁虽然分散在全国 但是他们是侍奉神 他们分散在全国四十八个城里面 将神的话语来教给所有的以色列人 一个愿意改过的人 神是重用甚至是侍奉自己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那你说西面人呢? 圣经很少提到西面人 但是在文数记有两次是数点人民 十二支派 一次在第一章 一次在二十六章 两次数完人民之后你可以比较一下 有些支派的人数是增加了 有些支派的人数是减少了 人数减少得最多的是哪个支派? 是西面人 就让我们看到西面人是最大罪 为什么? 为什么人数会减少? 因为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 当以色列人犯罪 神很多时候会击杀他们 击杀越多的人就犯罪越大 所以我们看到西面人是犯了很大的罪 以至他们人数的减少是最多的 慢慢慢慢他们真的分散在以色列全国 还慢慢慢慢消失了 我们真的说了四个五个支派 很有趣 其实当我们看这些支派的祝福的时候 我们真的能看到神的救赎在这些支派里面 我们刚才说到大行的支派 记不记得吗? 说他们是拜偶像是有罪 但是经文祝福他们的话 他们是向来等候耶和华救恩的 接着我们看到他们的军旗 由蛇变成了鹰 我们看到西面人和西面人 又是一个很好的比较 西面人他们是没有悔改 以至他们是分散全国 慢慢慢慢消失了 利美人就不同了 利美人他们是改过 以至他们是能够有机会示奉神 我们也看到楼变之派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句经文 摩西比的竹谷就是全活不致灭亡 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人 任何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 都能够是不致灭亡 是犯得永生 但是这个救赎不单单是在罪人那边 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救赎的预像 在耶稣基督救主那边 我们刚才说那四个是支派 反映出耶稣基督是四个身份 他是王、他是仆人、他是神、他是人 你看以色列军行军那时候很有趣 东面的军队是一只狮子 是由犹大支派来做领袖 南面的支派是楼变 是用人来做军旗 西面的支派是以法连 是用一只牛来做军旗 北面的支派的首领是弹支派 是用鹰来做首领 而在当中的利美人 就是和若贵在一起 我们知道若贵的顶是什么 我说过是施恩宝座 神是坐在施恩宝座上面 是被这些救赎的信息围住 他一看到的是有狮子、有仁、有牛、有鹰 代表耶稣基督的救赎 这也是在四福音里告诉我们 马太福音、马可、劳家、若寒福音 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王、是仆人、是人和是神 还有一件事很有趣 如果你看启示录 如果你看以西结书 你会看到在神的宝座面前 有很多天使叫四活物 四活物有四个面 有哪几个面? 是人的面 是鹰的面 是狮子的面 是牛的面 这个救赎对神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宝座的四周围 都能够见得到这个救赎的信息 不妨再提一提 就是十二支派和十二宫 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也告诉我们 十二支派和十二宫有连大关系 我们知道本来神 就是创造这些十二宫、创造这些星宿出来 是让我们来享受的 但是很可惜 人来说就是开始拜日月星神 以致犯了很大的罪 我们看到在《生命记》四章十九 十七章三节也有说到 下一次我会跟大家讲一个 我不会讲的题目 我讲完《生命记》之后 讲完一个系列 是从日月星神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故事 在日月星神里面 这个会下次跟大家讲 我们再看看第二点 我们刚才说很明显 摩西的力量是由神来 那么摩西的依靠呢? 摩西有没有依靠到神? 其实我们看到摩西的力量 真的整天都是依靠神 是带领他们出埃及 带领他们过红海 满有神的力量在摩西的身上 但是很可惜 当他不依靠神的时候 他就失败了 以致神罚他不能进入迦南之地 究竟他犯了什么罪? 跟大家再重温一下 在沉的抗野那里 那些会众埋怨没有水喝 于是他们又次攻击阿伦和摩西两个 于是神叫摩西 是吩咐石头出水 是给以色列人来喝 但是摩西很生气 他很生气 他是生气那些回众 所以他怎么说呢? 他在《文数记》二十章十节 他说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 听我说 我为你们使水 从这盘石中流出来 他生气到他就举起他的杖 就击打这个石头来出水 神有没有叫他用杖击打石头? 神没有 神正是说摩西 你去吩咐石头出水 他就生气到用杖击打这个石头 所以神在《文数记》二十章十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阿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的眼前 是尊我为圣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回众 尽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神是不准 替摩西进入应去之地 有很多人说 哇!他神这么厉害的 摩西不是随便任何人 摩西是领袖 一个领袖的责任是很大的 一个领袖 所以当他们犯罪的时候 领袖的责备 领袖的管教也是特别严重 所以所有想做领袖的人都要小心 不要像摩西 另外我看到可能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个盆石是耶稣基督的预像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圣经说的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 保罗说的 说以色列人都喝了一样的灵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盆石 那盆石就是基督 保罗告诉他们 那块出水的石头 就是耶稣基督 是跟着以色列人 很有趣 如果我们知道 有两次以色列人是没有水喝 是要盆石出水 第一次发生在那里出埃及记十七章 神和摩西说 你用杖来击打的石头给他出水 摩西照着做就真的有水喝 如果这个石头是耶稣基督的话 有些像是耶稣基督两次的来临 第一次的来临时是为我们成为 俗人的身份 祂是为我们受苦 受鞭打 所以祂是以至祂能够为我们赎罪 但是这个石头出水有两次发生 第二次发生的时候 神有没有叫摩西用杖击打这个石头? 没有啊 只叫祂是吩咐石头出水 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时 是荣耀的来临时 不是再一次要被鞭打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就不分青红做白 又一次用杖来击打这块石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摩西就破坏了耶稣基督遗像的遗像 摩西曾经多次求神给他进入加兰地 但是神说你不要再提这件事 最后摩西到尼波山 距离这个应许之地只有六里的路程 但是他也不能进入 有一件事很有趣 究竟你猜摩西有没有最后进入加兰地呢? 在马太风音十七章 是说到什么事? 在千多年后 耶稣基督的时候 在一座很高的山上高 发生了什么事? 耶稣基督和摩西和以利亚灯山变像 记得吗? 神真是有他的恩典 最后都是 虽然生前不能进去 但是最后都是被摩西能够进入加兰之地 还和耶稣基督在一起 很大的恩典 我们说摩西去到尼波山 见到了应许之地 他就死了 于是神就把他葬在尼波山 没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 但是有迹的经文很有趣 在犹大书第九节 犹大书只有一张书 第九节 说什么? 天使长米加勒 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 为什么米加勒和撒旦争摩西的尸体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有一件事很有趣 我们知道在末世 有两个是见证人 两个犹太人是见证人 那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 那两个见证人 他会到处来传福音 你看看这两个见证人会做什么 在启示六十一章六节 他们会叫天闭失不下雨 又有权并叫水变为血 记不记得以利亚先知在旧约做过什么 祷告求神是闭失天不下雨 三年半 摩西呢? 摩西在十灾 其中一灾是什么? 利罗河的水变成血 所以我相信 在末世这两个见证人 将会是摩西和伊利亚 那和摩西的尸体有什么关系? 伊利亚有没有尸体? 没有尸体 他是被神接了 没有尸体没有死 摩西有尸体 在启示六十三章十五节 有些事情很恐怖 说到末世又是末世 撒旦能够使得敌基督的人像有身气 能够懂得动 懂得说话 如果撒旦抢了摩西的尸体 在末世使得他有身气 会怎么样? 很恐怖 可能会出现真假摩西 可能像真假包青天一样 这次是真假摩西 所以我相信有可能 神是叫米利亚 米加纳来抢摩西的尸体 不让撒旦抢了 我们最后看看有神力量在身上的人有什么象征 在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 是将摩西来比较耶稣基督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 你想想想如果有人将你来比耶稣基督 相信当然是好的比较 不是不好的比较 有人说你都不像耶稣基督 那就是大件事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荣耀 我们知道摩西是有他的软弱 我们知道他是有埋怨神 甚至想放弃带领以色列人 但是他不失也是有好忠心 但是我们也学摩西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为神所喜悦的人 第一点就是摩西愿意被神徒造 我们看到摩西是用了八十年的时间来训练摩西 头那四十年是在皇宫里面来学了很多高深的埃及人的学文 还有人说摩西有机会成继法老王成为下一个法老王 过了四十年之后 神也使得他再有机会来学习 到西乃山来牧羊 这个似乎是一个研究新的课程 已经毕业了 再去研究新的课程 为什么? 对着那些羊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很悶、很孤独 那些羊还是很蠢的 是训练摩西的耐性 我们也看到 摩西最后就是因为他不够耐性 以致神是不让他进入加拿地 所以神一早见到训练他的耐性 八十年训练 他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他是面对面和神说话 他也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知识 当神叫他去救赎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说他是无能 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埃求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他没有依靠这些知识 但是当他依靠自己的能力 用个仗来击打石头的时候 他也是坏了 另外他也是有爱弟兄的心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 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意有暂时享受罪中之乐 他也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 很多次他苦服在神的面前 是求神来赦免以色列人 他也有两次神要毁灭以色列人 他也为以色列人来求情 摩西不失是一个好的梦人 另外他也是一个圣经告诉我们 极其谦卑的人 在文数记的十二章第三节 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于世上的众人 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警告 如果像摩西那么谦卑 那么谦和的人 到最后都会发火 拿个仗走去打架石头 比起我们来说我们更加要小心 另外摩西也是有责任感的人 他最后都是训练了若书雅 临死之前才去世 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 我们再看看今天的主题 就是一个属神的人 他的日子如何 他的力量也如何 我们如语堂很多的弟兄姊妹 年纪都很大 但是神告诉我们 我们的日子如何 我们的力量也如何 我们年纪大 相信没有人敢说 他80岁开始侍奉神 侍奉到120岁 我相信没有人能够说 他真的有这样的心 来到侍奉神 摩西叫他自己是神人 神人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属神的人 在身弱 提摩泰被称为属神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属神的人 一个属神的人是什么? 依靠神的力量 像摩西一样 一个属神的人 他的力量是从神而来 一个属神的人 他愿意被神来陶造 像罗马书第九章 说神是要杖 我们是弃命 一个属神的人 亦都会与神同行 看到这个阿摩尼亚书 三章三节 说二人不同心 怎能同行 要与神同行 首先要与神同心 那怎么能够与神同心? 神的说话 我们首先要同意 要明白 要读神的话语 也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 圣经告诉我们 人的智慧是愚蠢的 哥林多前书是一章 我们也要有爱弟兄姊妹的心 好像约翰一书说 所有爱弟兄的心的人 都是在光明里面 不爱的就是在黑暗当中 还要不住的讨告 好像肥立比书四章六节 也好像是 就是《铁撒罗尼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我们还要做一个温柔谦卑的人 我这次在找温柔谦卑的这些经文 原来《新约》里面 你真的看看 差不多所有的书信 都教我们要做一个温柔谦卑的人 好像在以不所书四章二节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属神的人 我们的日子如何 我们的力量也如何 愿神祝福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要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生命记 我们满见到你的恩典、你的爱 在生命记里面 主要愿你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做一个属神的人 我们的日子如何 我们的力量也如何 愿我们都能够继续 以如有的生命来跟随你 将一切的环绕赞归给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同主耶稣基督的命而求 阿们 来吧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